大家好,欢迎收睇小路友Andy 有看富士X Summit 大家知道富士发布了几部相机和镜子 我们有条片已经介绍了XT50 和XT50 2.8-4.8光圈的镜头和镜头 如果大家未看的就可以去看看 另外一个大家不知道是否期待 但我也挺期待 我身边的朋友都挺期待的 就是GFX系列的相机 因为很多我身边的朋友 已经是用GFX50s 或者有些是未购买的 我有些朋友只买了镜头先 而未购买相机 他就问我何时会出 会否出回5千万像素 是一亿还是怎样 很多人都问过我 我也猜过究竟这部机会是怎样的 真的和我心中所想 真的差不多 这段影片我们就会介绍 GFX100s 实机就已经在这里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这段影片去参考一下 但始终因为我们都预早拿到那部机 因为很多数据上 资料上都未是最齐全 所以可能和发布会 所发布的资讯 可能会有少少出入 都不出奇 所以大家只要跟回官方 最新发布的资料 就一定是最准确 这段影片可以让大家实践去看看 以及参考一下 相机的外形 基本上和50s2和100s 都是一样 只是皮革就用上了GFX100 II的皮革 拍完GFX100 II 大家就可以看到100s2 就是比较小的 机身就用上了高速的1X CMOS 最高连拍可以拍摄到5张 而它的感觉就是用上了第五代最新的感觉 可以拍摄到最高4K 30甲 10bit 422的影片格式 而防震方面就提升到5族8級 模式转换方面都是无变的 用上PSAM这种格式 手柄上面会有开关键 曝光补偿和前转盘 机顶右边有显示屏 也有两个自定件 同样也有转盘 会有对焦模式切换 和AF ON 这个按钮 液晶显示屏 会有椰光模式 亦可以自定想要显示的数据模式 机身前面有一个自定按钮 平时我会设定它做自动对焦模式的切换 手指高握位上有一个Q按钮 可以快速进入自定menu 连接界面方面有3.5mm的MI in MI out 亦有USB-C Micro HDMI 和同步接口 和上一代一样 都是用双SD卡槽的设计 电池方面 用NPW-235 我觉得它的电量都很耐用 LCD方面 用三向式的反屏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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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它除了会有眼球 面部追焦之外 亦都加入了会有AI对焦 包括会有动物 会有小雀 车 电单车 飞机 火车 这些都会有的 菲林模擬方面 除了我最常用Calsic Chrome 和大家都很喜欢的Calsic Legacy 之外 今次也加入了Villa Ace 这个最新的菲林模擬 Jack 你以后re 比较小 crystal Gip C policy 和 磅 这样 现在 我有一个 解鑽 可以 starred 好,接下來我們會試試 18S2的對焦能力是怎樣 我現在試的是這個80mm 1.7 光圈的鏡頭 它沒有LM線性馬達 但是它的對焦速度也是不差的 當然大家如果有LM線性馬達可以再試得更厲害 我們現在就看看它的對焦是怎樣 我們就要找Yuki試試 首先我們會試試這個AFC眼球追焦的效果 接下來就試試AFS單點對焦的效果 因為不同鏡頭會有不同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先參考一下 好,我們現在就試試AFS的追焦能力 我教了這個是廣角跟蹤的模式 只要看到一個圖片 我按一按Joystick變成綠色圈 鎖了主體 好,到Yuki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就會懂得跟著 我們試試走前走後 我試試看 其實這種對焦方式 我一直都很希望附射會有 現在基本上全新機都會有 我試試看 試看完GFX100S2之後 第一件事先說一下外觀 因為我自己用過100S 亦都用過50S2 那它的樣子第一眼我會覺得有不同 就是皮革 用了我現在有的GFX100 II 那個皮革 我覺得真的很帥 因為當時我買的GFX100 II 我都用了它這個畫 真的很漂亮 第一件事是不同 但其實其他的外形 保留的外觀 還是這個50S2 和這個100S的外形 那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其實在考慮轉不轉100 II 因為他們都用50S或者100S 即是50S或者100S 那他們會覺得GFX100 II 是比較大部一點 重一點的 那我自己用過 我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是覺得大部一點 重一點 那那時候 為什麼我會選擇 都會轉GFX100 II的原因 是因為它的對焦速度 真的快很多 那尤其如果你用LM鏡 是更加明顯的 那就算那時候 我有支63 當它更新的Firmware之後 它的對焦速度 是完全兩回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更新 我一直都沒有更新 我不知道 我以為它的速度 最多只有這麼多 平時用是會拉封箱的 但更新的Firmware之後 它簡直是變了第二支鏡 它是少了很多拉封箱 就算用AFC都會順暢很多 那大家如果沒有更新 麻煩你快點更新 你會發覺它變了第二支鏡 對了 扯語了一點說 那時候就喜歡用 是因為它的對焦速度 因為50S2 它其實跟50R的速度差不多 100S 對焦速度也是快的 但是那時候 我就不想要這麼高像素 所以我就放棄了 100S 換了50S 但因為我要速度 所以就換了這個 JFXM2 那現在去到100S2 第一件事它對焦速度 就會快很多 它完全 因為它現在是用感 跟XHS的對焦系統 各方面的東西 亦都用了新的CMOS 和Sensor 所以就算我沒有LM的鏡頭 它對焦速度都會快很多 它拍片方面 亦都保留了會有4K 所以如果你本身對於拍片不是太大需要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買100S2 因為它最多只有4K 30格 但是如果去到100M2 是有去到8K 所以如果你說我對於拍片不是太大需要的時候 你就可以節省一點錢 就可以買這部 亦都會輕一點 細一點 但亦都保留有畫質 有質素 它都有最新的菲林模擬 這些它都會有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是看餐吃飯 在我身邊很多朋友 它不是拿來拍片的 只是拍照的 我覺得 它們應該都會考慮買這一部 其實外形各方面 就算MON 全部都一樣 你唯一分到的就是皮革和GFX100S2 還有一件事 這件事對於我平時拍照 我覺得都會有幫助的 就是EVF 因為那時候我很喜歡GFX100M2 EVF會去到900多萬像素 那時候50S2只有300多萬像素 其實看出來覺得會蒙蒙的 尤其是手動對焦 手動鏡的話 好像對極都不太清 但是現在呢 100S2的EVF 是升級到500多萬 那它真的清了很多 我覺得 原來差那100多200萬 真的會有分別 雖然它沒有去到100M2那麼厲害 但是它已經是清了很多 那這方面呢 對於我們平時會拍照的朋友 我覺得 也是會想會upgrade的考量 那其他方面呢 因為它都有防震 這些都其實是有了 那所以如果是想對焦速度會快一點 那會想是 國外型英俊一點 那這樣的朋友 我覺得你有機會你可以upgrade上來 那始終它都是新Sensor 和新CMOS 那價錢方面我還不知道 那我想也是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會考量轉不轉的其中一個因素 那看看和這個GFX100M2相差其遠 而它決定 那大家看了發布會應該都知道了 那我們可以再討論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就是我對於 GFX100M2的一個用後感想 那不知道大家有怎樣想呢 可以在下面 下面的caption box 可以留言 我拍片的時候 因為沒有定價 那現在呢 終於都有了 那我可以補充給大家 價錢呢 官方的定價是39300元 那比我想像中 都會低了一點 那不知道大家有怎樣看呢 好啦 我們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 分享和訂閱 大家記得按鈴鐺 就會第一時間收到影片通知 那還有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進去我個人的IG 的帳戶裡面 可以看照片 可以追蹤 裡面很多照片 都是用GFX系統的機鏡去拍的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 ении optimism 感谢观看